朋友们,今天我准备去烫个头发 因为我这头发已经一年多没烫过了 感觉现在一点形都没有,我看 然后纠结了很久,本来想烫个卷发的 但是又怕烫不好,显得老气 然后想了想,最后还是决定烫个离子烫 这样以后不舒适的话散着 看上去会比较顺滑一点 你知道吗,你早应该去收拾眼睛的头发了 好多讽刺说,你的底子好,皮肤白 就是你的发型,拉低着你的颜值 我也觉得是,说我这个偏分低马尾 万年不变,封印了我的颜值 脸上的皮肤好护理,在家涂涂涂涂涂涂涂就行了 出去烫个头可麻烦多了 你今天换一个精致的妆,来衬涂一下你的新发型 行,今天好好打扮一下 最近北京天气特别干燥 而且天也是灰蒙蒙的,人容易看着没精神 你们别看我现在皮肤挺白的 那是因为我养了几个月 最近早晚都会涂个美白面霜 要不然脸紧绷绷的,干的难受 这个骨鱼美白奶罐,我觉得特别好使 很滋润,还好吸收 看我最近的脸色,气色是不是还行 我现在简单化个妆 都说一白遮三丑 现在照镜子,感觉皮肤白净透亮了 人都自信了 最近北京太冷了 看我媳妇这一声打败 都穿上长羽绒服了 我收拾好了,咱们走吧 大伟今天还挺忙 因为我们下午新房 测量卫生间 还有厨房推拉门的师傅要过来量尺寸 所以等会儿他把我送到那儿接 你就不用在那儿等着我了 你去量尺寸,量完尺寸来接我 估计等你忙完之后,我也做完了 我也能看到你的盛世美颜嘛 太夸张了 看看我的新造型 情人眼里出西施嘛 我们今天来的是五颗松华西这边 今天天气还不错 我走了 等会儿打电话 拜拜 我要去接我媳妇呢 他说不让我去了 说他还得等会儿呢 我就直接回家做饭来了 大伟今天不用我做扫子肉了 他说他也能做 我来长勺 我做扫子肉也是你卷 先把肥肉在锅里煸出油来 对 朋友们 经过四个小时的时间 头发烫完了 然后稍微修剪了一下 你们觉得看着怎么样 烫直了以后 稍微有点贴头皮 说长一两个月就自然了 我感觉你烫的头发 好像跟没烫似的 看不出来 那你还要什么样 本来烫直就是显得柔顺一些 没什么大变化 看看后面 怎么样 看不出来变化有很大 明明变化很大 它不那么毛躁 不那么蓬松呢 摸一下 多少钱 这个 今天 本来是398团的 后来店里在装修 说那个耽误了一会儿时间 然后 给我打了个八折 才300出头 是不是特别便宜 去武歌松那个地方 才300多 媳妇 你原来告诉我 烫个头得八九百一千呢 300多块钱 以后半年烫一次呗 哎呀 不是价钱的问题 你这个染烫太勤了 摘腾了头发也受不了 也就半年烫一次足够了 还行 你看你老是千年不变 谁说我是为了省钱不弄头发的 我本来也不太爱折腾头发 香烹烹的 扫子肉出锅了 果果跑得真够快的 先给他吃个肉夹馍 你脾子可真够领的呀 这肉夹馍太香了 慢点吃 好吃吗